欢迎来收看每日星座 我是陈宝源 今天是6月18号 这个视频也是专为6月18日出生的双子座 而制作的 6月18日出生的双子座 属于擅长底财的一天 你们相当的擅长底财 非常懂得如何投资赚钱 尤其是女性 绝对可以成为出色的资金管理人 6月18日出生的双子座 有点有活力 有影响力 缺点控制于有一点强 你们对别人有巨大的影响 通常行动隐秘 是在幕后控制一切的人 给你们提升建议是 试着整合生活中的不同部分 在每个领域中都投放一些自己的经历 努力改掉自己的一些坏毛病 认清自己的坏习惯 偶尔离开一下世俗的生活 也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6月18日出生的名人有哪些呢 6月18日出生的名人有 中国台湾女团SHE的成员之一 Ella 中国女演员张雪音 中国台湾男歌手赵船 美国NBA巨星传奇中锋 三届NBA得分王乔治·麦肯 还有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被称为当代黑格尔的哲学家哈贝·马斯 第一个提出储蓄生命周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 还有获得全音音乐奖 肯尼迪终身荣誉奖的英国音乐家 前劈头式乐队成员保罗 迈卡特尼 哇 看来6月18日出生 名人真是非常厉害 希望今天出生你 也能承携双子座人 优秀的新作 请你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路 相信我 你并不可单 双子座 生日快乐 加油啊